星巴要拿着一个红色的麦克风在这边讲话呢是因为我们工作室现在开始掐饭了那怎么样显示我们没有掐饭呢 有时候会忘记了那反正如果说我们的以后的商业的正片如果说没有这个麦克风那有可能是掐饭的那也不一定因为我有可能会忘记在麦克风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吧因为我要养工作室的小伙伴大家多多包装如果大家觉得我掐饭不对请吧我去掐饭 我去掐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海豚也是看我视频买的是吧 海豚也是看了星巴以后了解了以后比亚迪的那些3D系统 然后就是买了海豚 所以为什么你把海豚卖了换了海豹 其实我从去年买海豚的时候就想了要把海豚置换成海豹 爱会消失立马就没了 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海豚置换的话 如果置换成海豹或者汉的话 可以低2万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 2万块 所以我就一股脑儿的想着大不了海豚亏2万也应该亏不到哪里去 其实没有亏 对 其实没有亏 后来补贴是 现在是补贴8000 那你便宜 因为海豚涨了也9000块钱 所以基本不亏 雪赚 雪赚一波 其实我们当时去年看我视频的时候 很多人买T03这种都是雪赚 那是雪赚 那不是亏的 那是赚 雪赚 那所以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能试到海豹 这期视频里面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本来是想拍海豹的第一视角的我们去现试驾 但是没有办法拍到 因为不给我们拍 所以非常幸运我们老铁买了一台 我们直接对吧 试成试驾 深度的完全没有任何限制 太爽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这买了什么版本的 这700常税好版 就是CS店试驾那个版本是吧 对 你全部落地多少钱 259800再加上7800的保险 还有1000块钱的上牌费 那还好吗 对 1000块钱上牌费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吧 你自己感受下来跟你的海豚有什么区别吗 首先一个舒适度个完全不一样 然后悬挂的话跟海豚那是根本没法比 因为海豚是板车悬挂 然后到海豹这里 那前双叉比后五连感 可明显能感觉出来 就是我觉得避震是比较能感知到的 所以立马能感知到高级感啊 明显差蛮多的 我说避震的问题啊 就是我觉得海豚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避震 避震真的太软了 而且整个避震是没有什么支撑性能的 海豹明显要支撑性 包括震动感要处理的好很多 特别是前悬挂 后悬挂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拉不住 我已经第三次开海豹了 特别是我说实话 我有在试乘过嘛 撑在后面 然后在过一些烂路的时候 你明显能感觉到后面弹跳是比较多的 而且我感觉是有一点点的 不是处理的很干净啊 一些烂路上面的 相对来说前选就很好 我们说想到哪说到哪吧 还有个是NVH NVH也是前面比较好 坐在后排的噪音会比前排多一点 NVH的话我发现了一下 我开了一段路 我发现水泥路和柏油路的话 它这个前排驾驶位的话 隔音效果的话完全是不一样 这个可能是看运动胎的问题 要吃路面 反正比海豚好 那没法比 有对比出真知 因为刚好我们两个都是之前开海豚 现在开海豹 还是比较有共同感受的 然后来讲一个这个车的动力方面 其实700也是我算比较推荐的版本 另外一个是盖板 盖板其实车很少 我知道的还没有人提车 你知道盖板有人提车吗 盖板没有人提车 按比亚迪的药性 什么时候能生产都不知道 第二推荐其实就是700公里的长续航版本 这个版本我是比较推荐的 然后再往上 其实四驱版我个人不是很推荐 我觉得太贵了 那个价格真的可以买001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的 四驱版的话 我觉得直接001可以完全是上了一个档次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的抬头显示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讲 反正白色显示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干净的 这个白光是比S103要好的 S103那个抬头显示 其实没有那么的清晰明亮 我觉得还是还抱的稍微好一点 我反正开了七八十公里 我反正觉得这个HUD还是很舒服的 一点也不刺眼 然后也不模糊 也不需要特别的注意集中力去看它 对很就很干净了 然后我来讲一下整个车的动力属性 这点我是要着重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昨天没有办法拍摄 所以我们只能在今天来讲 昨天的感受 我讲一下我自己的刹车方面 油门方面的感受 第一个是油门 整个一个油门的出力 戒性程度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整个一个油门还是比较跟脚的 但是在油门有一个小问题是 我觉得这个油门的开合角度 是在运动档会比较跟脚 其他的档位 它不是说每个档位的线性程度是一样 我觉得明显是它在ECO模式下 它的线性程度没有在SPORT上面那么的优秀 我觉得它SPORT的档位要比其他档位 都要来的表现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跟其他的车的特性有一点区别 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 就是像我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我的Model Y包括001 我哪怕打到ECO模式 我的满油的时候 当我把油门踩到底的时候 它动力是完全输出给你的 我原来有多少马力 我多少马力输出给 因为我都底板油了对不对 但海豹不是的 海豹它ECO的时候 它会自然而然限制你的动力输出 它动力并没有达到直接拉满 对 这个只是标定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我都满油了 哪怕我在ECO模式 你也应该全动力输出给我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爱迪的车顶不是这样子 这一点是我的有点小个影的 然后讲一下刹车 首先我觉得这个轮胎抓地力是好的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刹车 我觉得相对于之前的车款 我觉得相对于海豹来说 它的刹车是要明显优秀的 包括给你的脚感 但是这个刹车呢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 我觉得它前半段的刹车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它不是说纯线性 所有的脚感都是一样 它是前半段比较强 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也感觉到 如果你完全是一脚踩到底的话 感觉后半段好像踩不踩都无所谓的 对 这个是比较明显 这前面那一下是一下子就咬住了 我比较喜欢就是慢慢 可能我以前开日系车会比较多一点 习惯那种全速域 就不要说踩一点 像卷毛之前开M2 就是一下子咬死的 我很讨厌一下子咬死的这种感受 我最好我也是能够慢慢能感受到大车力足 只能说个人喜好问题 然后再来聊一下转向 昨天我跟白哥 白哥你知道吗 白哥我认识 我上次你骑车 我骑车的时候 就是遇到白哥了 白哥试驾的 同一天的时间 我约白哥 白哥 这个我很喜欢的UP 也是我们余奥的 我是磁细的 他是余奥的 大家都是朋友 大家都朋友认识很久了 然后昨天我们还打电话说 这都是打电话 昨天我在直播 直播完以后 我们打电话 我们去交流运动向的问题 因为他也试了海豹 然后他对海豹的评价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再聊这个运动向的问题 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现在虽然我只是借他这个车 发表意见是我昨天试的 就是我认为海豹的整体的指向性 我们对于这两台车其实是有奇异的 我跟白哥之间 我觉得S203跟海豹 那首先我觉得他的定位是这两台车都没有特别好的完成运动向 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做特别的运动 或者说操控性能有多么的好 我觉得是没有做到至少至少两家厂家都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在研究这个东西在吹这个东西 不要说吹吧就是说我要做一个运动性的车 但是我觉得这两台车都并没有做到特别极端的运动 我先来表述一下我觉得好的操作运动性的车是怎么样操控好的是什么样子 打个比方我们正常的马路上在行驶 我右拐比如说是到对向车道 我大概知道我打多少方向我的车头能到那个线里面 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好的操控的车 我会通过几次修正 我就能到我指定的位置 我觉得运动性不好的时候你就需要大量的修正 不停的修正 它不经常能到你想要的位置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讲 我也表达不是很清楚 我自己跑直线的时候 如果我所谓简单的变道一下 我能发现反正海豹 不管你把里面的设置调成运动的模式 但是还是能感觉到方向盘虚位还是明显的 我觉得还是一片的 家用为主吧 我只能这么说 把它没有见走偏风的那种纯运动风 这边你有来过吗 没有 这是梅虎大山 这是我摩托车测评的VIP路线 这条路非常熟悉 以前我们都是晚上毕业都可以 夸张了 这条路我是开很多了 来这条路是因为我比较熟悉 然后我就没有那么紧张 继续来讲那个事情 我觉得好的车是好的操控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但是一个好的车是像我的86一样 我不用通过很长时间的学习 我能适应它的走向区间的 我能精准控制 然后有一个感觉是比较玄学的 就是说车机交流 车跟人之间的交流 就是没有隔绝感 我觉得这点是S103做的比海豹好的地方 就是海豹你在打方向的时候 其实那种隔绝感是有的 你感觉车不是 不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上的那种方向 对它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昨天试驾的时候比较明显的 我开比较凶一点 就是因为反正不用拍 反正不用拍开的稍稍的凶了一点 吃下小贵比较好 既然看见我拍不了了 对吧 也放松一点 然后就是说 我发现它有一个不能说问题 如果你像你说 它就是做家用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如果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它每一次你打方向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激进过弯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会比你预想的要多一点 就偏离车道的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它永远会比你打方向 你可以说自己打多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它会慢一拍 然后N拍是很小的一拍 然后每次你会多转 这种不知道怎么理解 就是我这样过去 然后我会觉得我打多了 然后它没有按照我既定的路线走 开多了会习惯 但是我说的都是第一手 就是说你刚开始去试的时候 你能感知到陌生感的那种 对 会比你想的 我觉得跟随性要差一点 我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我觉得S103的避震 要比海豹要没质感的很不少 就是S103的避震 其实是没什么质感的 但我觉得海豹前避震要好很多 但我觉得还是那种跟随性 包括你自己的指向性 我觉得海豹会稍微比S103要弱一点 其实我一直在想 是不是比亚迪他会把四驱的指向性 什么的完全会调教出来 你说这四驱的 我想说一个事情 就是说 当然在我视频里不太好 但是我还是想说 不是我们前段时间看见董秋帝 是董秋帝吗 说说海豹的事情 就是跑他到 入门级的版本不是成绩比较差吗 差了5秒跟S103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以前在直播间里说过 我说实话 我真的在一个月说不上 半个多月前我就说过了 我觉得海豹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海豹的四驱系统 就是高性能版本 我反倒不是很推荐 我觉得比亚迪 我作为比亚迪车主 我可以很直接的说 比亚迪之前的所有车款 基本上比亚迪全是我都试过 比亚迪之前都没有做过运动化的车款 海豹是他第一台 那我认为运动化 包括高性能化 都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需要去跑赛道 需要参加比赛 我觉得是需要工程团队去做的 他不是一天就能达到的 我是认为需要时间积累的 那无论像我们说极客001 你看极客001 大家都说操控好 那我自己作为极客001车主 极客001操控就是说 就确实很好 这为什么呢 是因为极客本身 就一直在做运动向车 包括极客有去做比赛 对吧 吉利集团有在做比赛 所以他有这个团队 有这个能力去做运动化 那不是说比亚迪没有 而是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我觉得不单单是ESP的问题 我非常认真 我以前我13年就开始跑赛道了 那时候开86 我是这么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没有差那么多的 没有差5秒的 但是ESP我是认为没有差5秒的 那当然他的动力 我倒觉得跑赛道 他的直接加速性能 其实就能蛮大差别的 你如果跑01快加速快 他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 那我认为海豹的盖板的加速 确实慢了一点 还不如A515的S103的 是吧 对啊 我觉得那个海豹的盖板加速确实 你买海豹的盖板 我觉得你就不要想着 这个车有多少多少运动性的 我是这么认为 就当当家用就好 我觉得可能吧 可能比汉好一点 我只是瞎说的 我没有正经的试过盖板 就是我觉得可能好一点 但是你要想的好很多 不太可能 那我觉得你这个版本 倒是动力是完全够的 完全够的 不要说程序了 你平常玩玩也 我觉得也够了 我觉得海豹还有一个 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是 就是车虽然挺大 但是开起来没有那么大 这个是你在开的时候 比较能感知到的 它没有那么的臃肿 其实001在跑这条路的时候 你明显能感觉到 虽然操控很灵活 车也很灵活 就离谱 001是个很灵活的胖子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你会觉得 它的车宽是影响到了你的驾驶 但是海豹是没有的 海豹在跑这些小山路的时候 你会觉得还蛮顺的 倒不是说是载了那么点 而是这种感受也是需要 各方面开阔的视野 对吧 各方面都会影响到的 然后再聊一下它的沙发吧 这个大沙发 其实你昨天试完 我就聊这个事情了 我觉得这个沙发 是我试过的整个一个 BRD家族里面 我觉得最好的 没有之一 首先我觉得中间这个 是菱形那个皮 有点Icon Tower的感觉 就是很有附着力 那我倒没做过 我觉得整个人是现在里面的 就我们这样座椅 真的是要给个好评 然后头枕也是软软的 我觉得这个座椅 是要比汉舒服的 说到座椅 我自己也说一句 我是当天试驾玩海豹 我立马就去重新试乘了一下 汉创世版 当时我试乘的话 我是坐在汉的后排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 我个人的一个主观错觉 第二次我是试驾的汉创世版 后排坐下来的话 我感觉反而海豹的乘坐舒适度 反而要比汉的创世版要高 我是认可的 我觉得海豹的前后座椅都很舒服 而且包裹感很好 而且我觉得有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它的后排你能陷进去 座位是这样子圆的 摟了一个地方出来 你感觉人是陷在里面的 这里也挺意外的 汉应该定位更加那种后排买家 对吧 当时我就觉得 是不是我个人一个主观的 我觉得不是错觉 我觉得海豹这个座椅 我是给个极高分数的 我觉得很好 真的很好 就吊打之前的产品 比亚迪还是明显能感知到在进步的 刚才都是我的所有的动态体验了 反正下次可以再聊 我觉得今天我们车主在 我觉得非常好 大家可能在其他地方 还没有见过车主怎么聊这个车 接下来抛出几个问题 让你回答一下作为车主 第一个你觉得海豹 你买的这个价格贵吗 我个人认为我觉得挺划算的 一点都不贵 我并没有觉得像网上车主说 他们说要便宜个2万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价位很合适 其实你真正在往上的价位 或者在往下的价位你去看 其实你跳来跳去 可能最终你还是会回到海豹这个选择项目 其实可以选择的不独 就是优秀的这个级别 因为你选来选去 你可能大概率还是会回来 只要你资金充裕的话 前提要资金充裕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有开过摩托三吗 我没有开过 不有些人说摩托三跟海豹 就两个对手 其实摩托三也不贵 就为什么你选的是海豹 而不是摩托三 首先一个因为摩托三是运动型的 其实我还是喜欢偏家用的 我并没有想要一个我纯运动风的一个车子 然后第二点 摩托三是纯运动的 所以它后排的话 座椅舒适度什么的 那跟海豹 其实说实话 的确是差一部分的 我觉得你说的 就是昨天我跟白哥说的 就是摩托三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太运动了 太剑走偏风了 纯运动风 我自己等歪 你知道吗 它的避震已经硬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家到来福市有一条烂路 你知道吧 我开YP的时候 我都不想走那条路 因为太正了 就是很正 它的避震硬到 我都不想走那条路了 我特地绕一圈 硬的离谱 跟白哥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俩都笑了 真的是非常的硬 而且它是永远这么的硬 当然我觉得YP是个操控很好 极限超级高 那我说句实话 像001 你还能选 我是今天开的舒适一点 还是开的 对吧 YP永远是只有硬的 真的很累 而且 我再说个很简单的事情 像我妈妈 我妈妈做我的YP 大概做了几次吧 然后有一次上周吧 上周还是上周 我去忘记了 我把YP换成了我的RDX 我妈说 可是欧哥舒服 就是连我妈这种 从来 就是我开始想到他做什么 他连50都能接受的人 他说一句 还是欧哥舒服 就是YP的后座真的是折磨人 然后座椅又很直 我说真的 不能说是跟Model 3吧 不能说是跟YP 真的 那我只是说BRD舒服多了 不要和BRD了 我觉得001也舒服多了 就是国产车舒服多了 这点你去试一下就能感知到的 当然操控也很好 我只是觉得 可能绝大多数人 不一定需要的操控一下他 对啊 像我就不需要操控啊 我平时只是日常通勤 然后除非你真的是有一种 像跑山的乐趣 那可以去Model Y 我就个人认为 然后还有一个是 我觉得海豹 还有一个是比较好的地方 我说实话 我觉得整体的海豹的豪华程度 其实比Model 3 比Tesla系列都要好很多 那个就是非常的赘 唯一你觉得还是皮的座椅 那座椅还乘坐体验比较差 我坐车主总能骂吧 真烂 我不是车主你说我骂那也算了 那么我车主总能骂吧 对吧 说到这个我更想骂比亚迪 你说他材质用的看似都挺好的 但是这个设计真的是拉垮 不跟Model 3这种比 跟吉利比就好了 吉利一个地豪是吧 最近的那个混动的地豪 那个内饰风格 真的好吧 真的做的不错 纯纯的秒杀个这个海豹的 这个是高了好几个档次 虽然人家材料可能看似好像用的差 但是人家设计逼格就有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设计 然后比亚迪奥 我这个是两方面看 第一方面呢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看我买了海童奥 海豹当时也是饱受争议 海豹也是饱受争议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是要给个赞 原因是因为他至少做出了改变 就是我是对一个旁观者来说 不是作为消费者来说 他至少没有家族大家都一样 他至少做出了不一样 对吧 这个是我要给他点赞的 好不好 他设计好不好看 反正每个人心里都有敢称 你自己选 但是你看比亚迪还是 哪怕你觉得他内设设计的不好看 你还是买了 买了呀 那没办法 然后他最难看的就是 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些色彩 然后搭配的 搭配的 然后最个应的就是这些缝线 不知道他这个色彩是怎么选出来的 那不管我们就算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蓝色线特别好看 哈哈哈哈 那我还有一个 还要说一下比亚迪的那个L2了 就是我最近听到过一个非常离谱 那你作为比亚迪的我也作为比亚迪的 我就这么说吧 我觉得比亚迪的L2我觉得做的不怎么样 就是能用嘛 就只有能用 只能是能用 能用 但是我不会去用 这个太拉了 我觉得怎么说呢 同级别就是有做的好的 那你做的不好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我不用自动驾驶的 不是不想用 是他太拉了 我觉得这个能何必骗自己呢 那还有一个 我说实话 我觉得应该是你做的不好 那我们应该提出意见 让比亚迪进步 那我一直在说 我真的希望说跟大家好好合作一下 就我们是不是能够作为车主 你不要为厂家去掩盖这些缺点 就为什么呀 这不好就不好嘛 就我觉得真的是就能用 对啊 该喷还是得喷 我觉得就是能用 比亚迪我L2试过很多 我觉得那你说我有成绩需求 他的L2能不能用 能用 但是你说好不好用 我觉得一般 真的一般 我希望比亚迪好好反省反省 这方面真的可以跟一跟 就真的可以进步 他还有进步空间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 问题是不是太多了 我想问一下 你作为海豚车主 作为海豚车主 海豚是有快充的 那我想问你 你用快充大概用几次 你海豚开了几公年 海豚我其实我是买车的前两到三个月 我是在用快充 后期的话因为安装了充电桩 然后我觉得快充 海豚的快充 其实如果只是说快充速度的话 一般四五十分钟就能充满 然后你要说这个衰减 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衰减程度出来 应该是没有 作为一个一年开下来讲一个程度 我觉得快充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特地来说 是因为我觉得海豚这个级别 你说像你没有充电桩 那我就会用快充 本体上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家有充电桩 其实你不会去用快充的 电充贵 而且自从家里装了充电桩以后 能鼓电我绝不用风电 你要是多少钱一度电 我是状态死兮自己家 爸妈家三毛一度 三毛一度 你看一个是三毛一度 外面就要一块 怎么选 他到时候选三毛了 永远不会去外面充的 我特斯拉都是什么充2000瓦电 不行 插着 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开我说实话 我自己 你其实用不完整 你天天跑400公里 神经病一定 对吧 好不了400公里 回到家 反正10点钟就预约好了 给他插进就好了 插进就好了 第二天就满了 我觉得真的无所谓 就是让他插着好了 就跟手机充电一样 它跟手机的区别是在于 我觉得手机你不能失去它 你要永远保证它有电 因为你要工作联系人 其实它容忍程度 手机一天肯定用完了 对吧 你汽车一天要把电开完是 太磨人了 这一天如果把电 像现在的700续航 你用完的话 这得开多少个小时 是的 OK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我们来到车外给大家拍一点 视频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星巴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星巴咸浪海豹的测评的第一期 大家好 我们的测评已经全部结束了 大家觉得这个车怎么样呢 如果对这个车还有疑问 请一键三连 这对我们很重要 这是对我们星巴咸浪的最大支持 如果想对海豹有更多的想了解的 包括我们还能借到SL03 对吧白哥的车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我们可以做个横向测评 那不得一键三连 多多关注我们频道 就是这样子